当时我很多的基督徒同学向我传福音 我都是很骄傲 我说你不用浪费时间了 我要好好的努力读书 我不会信的 好啊 让他们浪费时间 我要好好去读 把他们打败 神的确一直在引领 让我考进了康达 教授喜欢我的工作态度 就把我介绍到AT&T 马上AT&T送我到普林斯顿读我的研究院 而且我在康达尔读大学 又遇上我的白马王子 骄傲 很挑剔 所以前面的十年一直碰钉子 最后的八年终于学会 耶稣的谦卑 仆人的领袖 都在康达尔读大学 我跟她一样的资料 我跟她一样的资料 都在康达尔读大学